用到就112啦 后面几个没用到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 最后记得一定要怎么 把它点秀 点秀跟那个TOS一样 因为TOS弄完你最后点秀没出来的话 他也不会秀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 完成了 这部分的程式传写 其实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Allen Dialog的 程式码在15支10页 这也是一样 不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其他书里面 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说所谓的匿名物件的写法 什么叫匿名物件呢 我们一直讲说 这个类别后面要加一个物件名称 这是类别名称 这是物件名称 可是有些书上 他不是这样 他很神奇的 把这个 把它抵辑掉 抵辑掉之后的话呢 你想说那老师他就没有物件名称 没错 如果说你这个物件呢 只用个一次的话 后面不会再用到 那你就可以用 匿名物件 那匿名物件怎么用 我教各位 第一个 前面不要名称 然后后面结束符号 特别是不要结束符号 然后呢 把这个Builder 把它抵辑掉 留一个什么点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结束符号把它拿掉 再把这个Builder 拿掉 就是说呢 他不需要有一个Builder的物件名称 然后把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 匿名物件的 写法 在Giama里面也有讲到有关于匿名物件的部分 只是说呢 这部分很多 大部分书里面不会讲得很清楚 那我趁这个机会 这个范例里面刚好可以 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匿名物件 谢谢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 可不可以执行 可以啊 而且完全都一样 这个就是把物件名称拿掉 把结束符号拿掉 这样子 也可以这个叫所谓的匿名物件的写法 也就是你将来 会看到书里面有 用刚刚的写法 也有用匿名物件的写法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两种是结果是一样的 那 这种写法怎么样 好处是 比较简洁 你会发现程式 变得很清 很干净 那它适用于哪里 适用就是说你这个物件 只用一次 只用一次 就不会再用了 那你就用另一个物件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这个物件名称 会一直用下去 很多地方都会用的话 那你还是乖乖的给它 物件名称 所以这一点的话 顺便讲一下 这种有不一样的写法 你不要觉得说 为什么 什么每个人都写的不一样 其实 这个也是程式设计难学的 你不许 你不许